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2年5月19号星期四 那么今天呢 两四三大股子呢 受外盘的隔夜暴跌的影响 全面低开 但是呢 我们通过收盘的这个情况来看 都是全面收红 那么说明了A股的这个抗打击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昨天晚上啊 我们看到整个外盘呢 全面翻绿 尤其是美国三大股子呢 均出现大幅的暴跌 道琼斯指数呢 这个最大的跌幅呢 达到一千多点 一千多点 那么跌幅呢 达到3.57个百分点 幅度呢达到一千 将近一千两百点啊 盘中这个最大的跌幅 可见呢 这个我们A股啊 当前的这个走势跟外盘呢 是截然相反的啊 那么外盘近期呢 是不断的这个下跌啊 但是A股呢 却在2863点这个位置 起稳之后一路上扬 但是呢 呃眼前啊 我们看到上方还是面临着一个关口啊 今天盘中啊 最高点又到达3100点整数关附近啊 最高呢 收在3095点啊 3096点呃左右啊 那么这个地方距离3100点啊 已经非常接近了 连续啊 呃最近是连续四个交易啊 再往前推算 应该是在这个5月11号那天 A股呢 当时啊 大盘最高点冲到了3101点附近啊 后续我们看到啊 这个来回测试这个点位 那么图中的这根啊 水平的境线 就是我之前标注出来的这个位置 我说呀 后面一定要突破啊 向上突破 才具备进一步反弹上攻的这个能力 那么眼下来看呢 显然呢 有突破的这个迹象 那从最近一个阶段 呃很明显啊 那大盘是呃抗跌的 完全不随外盘起舞 这个整个欧美外盘呢 它下跌 那么完全啊 走他们自己的一个这个路线啊 但是A股呢 近期是明显啊 这个强于外盘 所以有的朋友呢 呃首先呢 呃我要强调啊 有些朋友就喜欢呢 先看外盘 外盘弱 然后呢 这个我们A股的股票 他就不敢动了啊 那么可能是历来几年的这种惯性的行为啊 那么给大家造成一种错觉 觉得A股啊 就是美股的傀儡啊 就是美股的这个呃小跟班 美美股呢 涨 我们也不敢大涨啊 美股下跌的时候呢 我们跟着跌比他还狠啊 美股呢 有时候他上涨的时候 我们反而下跌啊 就是这样 那么给大家形成一种固有的一种观念 但是最近啊 我观察市场 我也告诉大家 我从估值的角度也跟大家讲过 现在A股呢 就是历史的估值底部啊 跟大家已经说过多次了 是吧 不管从市盈率 还是从这个整个 我们说 比如说这些宏观经济指标啊 比如说M1-M2 和我们A股的这个 这个大盘的这个估值啊 相比较 然后呢 十年期的这个国债利率倒数 然后和我们A股当前的平均市盈率的一个比较 都跟大家讲解过啊 那么从估值角度上 毫无疑问 现在就是我们历史的底位啊 那么估值才能说明一切 有时候呢 我们刚看技术分析啊 看着K线图 看着我们大盘也好 个股也好啊 一些百块指数也好 你现在刚看这个 那么真正的这个 我们说推动股指逆转 或者是决定股指涨与跌的 这个主要的东西还在股市之外啊 股市之外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宏观经济指标啊 那么之前跟大家讲 特别强调了 十年期国债利率倒数 和我们A股的这个平均市盈率 它的一个比较啊 那么今天呢 因为这个这个课程 我在之前跟大家说过啊 我记得是在这个五一小长假之前啊 我记得是有一个周五啊 给大家讲过啊 应该是讲过 那么之后有一个周五 是跟大家特别详细连续两到三天 专门讲解A股估值底的这个这个原理啊 可以大家可以去回前面啊 可以去呃去看一下啊 看一下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到这个A股的这个整个大盘呢 这个分式图上啊 就是大幅低开 低开之后一路上扬啊 盘中呢呃一路高走 对吧 那么到收盘的时候反而收红了 是吧 这个很有意思 但是呢 我今天白天呢 我又观察了一下美国的这个 这个股子期货啊 这里面看的话呀 美国的三大股子期货呢 今天依然下跌 我们并没有跟随外盘的这个 呃下跌而下跌 反而走出了自己独立的反弹行情啊 这里面呢 我给大家排一下序啊 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呃 小型纳指的当月联系啊 就是纳斯达克的那个股子期货 我们看到封丝盘当中到目前为止啊 从中午到现在他没有收盘 他一路下行 对吧 那么日K线当中啊 大家看啊 近期的这个情况 对吧 今天的情况 那么在昨天隔夜暴跌的计算 今天继续下跌 那么显示我们A股跟啊 跟美股目前的这个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在选股的时候 这些外盘你尽量少参考啊 尤其近期一个阶段 可能未来我们可能走势还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 今天两次当中的这个走势都非常强啊 各股方面也是呃上涨的这个数量 明显多于下跌数量 多头呢 占据上风 而且近期的这个阳线啊 走得非常漂亮 这种大阳线一旦出现低开之后 高走的阳线 后面反弹往往会持续几天啊 那么这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低开的阳线啊 就2863点那个位置 当时最低 开到这个位置然后后面连续三个交易的反弹 那么然后是这根阳线站啊 然后后面又连续啊 呃三到四个交易的反弹 那么今天又是一个低开的阳线 后面我认为还会延续几个交易的反弹啊 所以呃大盘从目前的这个 这个走势上来看 月底之前啊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 不会有太大问题 现在到月底呢 毕竟还有好几个交易 一周的交易日啊 那么所以现在呢 我们说股指本身 还暂时没有问题 那么从昨天的这个资金流向上看呢 我也给大家讲过 我说大蓝筹里边的一些低估值 很明显是在互盘 那么券商板块 昨天的资金流向排名第一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到这个化工啊 建筑类啊 地产呢又跟上啊 所以你看低估值蓝筹护盘啊 这是很明显的 比如这里边今天建筑地产啊 下方呢包括煤炭建材 然后呢还有其他一些板块啊 比如像造纸 其实估值都比较便宜 然后呢题材继续活跃 电气设备这个行业里边呢 涉及到的题材有 锂电池光伏风能 储能 对吧 整个这都是属于电气设备这个行业 那我们看到这个 今天那个题材当中啊 很明显 大家看了啊 锂电池光伏对吧 超大单资金啊 流入明显超前啊 排名靠前 然后呢下方有 有这个HGNT电池啊 风能啊 包括下面的绿色电力 锂矿充电桩啊 那么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啊 今天这个对于行业来说 就电气设备行业 主力资金啊 是在大幅的净流入啊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题材 我说接下来啊 就是说光伏的这个 今天呢 又上了 拉了一根大阳线上来 显示呢 现在 他这个反弹呢 还在持续啊 还在持续 那么后续 我从量化指标当中看的话 上方还有一点空间啊 还有点空间 那么向上 在中轨这个位置附近啊 可能还要 继续上冲一下 大盘来讲呢 如果这两天呢 是站稳3100点 后续震荡上扬啊 这样一个节奏 不会有变化 预计呢 在端午节之后啊 大盘可能会有回踩 但是呢 前边的这个反弹 如果你走的这个走势越强啊 后面的回踩的力度 反而会越弱啊 那么这样就强化了 就是说 这样一种迹象 如果你反弹越强 显示呢 机构做多的这个愿望 或者投资者做多啊 在底部区抄底的这个意愿越强 啊 那么主力主力呢 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建仓啊 放到底位区区的时候 那么再次回踩 那么这个时候还会刺激一些 没有来得及进场的啊 一些投资者再去接回 所以我认为后续再度向下大幅去回踩 或者破前低的情况 我认为这种概率几乎为零 所以说大家不要指望说 后面啊 还要跌破性低 还要继续调整 怎么样啊 我认为这种概率 随着反弹的这个走势啊 越来越强化 越来越强的话 那后面 再回踩 做低 做这个底部啊 做一个双头的这种概率 有没有有 但是不要对回踩啊 这个多大的幅度啊 抱有太大期望 你不要 首先不要指望深度回踩 所以反弹之后 一旦上来啊 一旦反弹上来 站上来之后 那么下方的强制称是多少 就在这个水平线啊 就是这个进线 3100点附近啊 这个画出来这个进线 因为之前呢 它是强阻力位啊 强阻力连续好几个交易 盘中刺激 3100点就是没上去 但是一旦站上来啊 后面如果这个成交量继续放大 对吧 这个地方就站稳了 然后回踩的话 就这根进线 这就是它的目标 然后呢 进一步反弹啊 基本上呢 我们说形成啊 所谓头肩底啊 大型的一个头肩底形态 对吧 头肩底形态形成之后 后面开始向上加速啊 下半年走一步像样的 我们说大级别的啊 反弹行情 那么这样的一个呃 后面啊 呃 将验证这样的一个走势 所以呢 这两天呢 这个重点呢 说3100点啊 我认为 呃 这个地方 吹谈可破啊 从最近的这个量能来讲啊 今天的成交量 虽然说跟昨天差不多 但是呢 也有放大迹象啊 很明显 大家看一下 富途当中的柱状图 这是今天的成交量啊 昨天成交量 比昨天是不是有所放大了 是吧 这个地方至少 放了这点啊 那也叫放大 那后边然后然后持续放量 突破3100点往上 对吧 那么下一个目标 应该是多少啊 3100点过去以后 那上方的目标 3200多点啊 这个位置对吧 应该可以到啊 到达的位置 那么再度回踩以后 形成所谓 我刚才讲的啊 形成所谓这个啊 头肩底 头肩底形成之后 那向上啊 就是向上去了 说明大底部结构做完了啊 大底部结构做完之后呢 就是做个头肩底嘛 那我再给在这里面 再给大家模拟一下 对吧 头肩底做完之后 那就往上去了 整个呢 底部的头肩底完成 是不是方向就向上了 向上了 对吧 就这么 就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所以眼下呢 就是说我们说 有朋友要 加仓啊 我说加仓呢 上3100点 回踩啊 确认之后 再去考虑加仓啊 加仓一定要谨慎 现在呢 整体上来说呢 这个50%的仓位 还是适合的啊 我认为不算重 不算轻啊 基本上啊 正好啊 呃 今天呢 整个的这个是 打了一个漂亮的啊 利用外盘暴跌 给大家一个心理预期 打一个漂亮的 一个翻身仗 就是很多朋友 认为外盘暴跌了 开盘就卖了 因为低开了 认为后面可能啊 外盘呢 都跌1000多点了 我们这大盘 不得还跌 跌200点 100点吗 当你都是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主力会反向去走 啊 反向去走 反向收集筹码 然后把这个 骨子拉上来 相信今天有不少 没有经验的啊 一些朋友们 可能今天就在这个位置 卖掉了啊 卖完之后 收盘一看 傻眼了啊 所有的廉价筹码 都被主义机构 收入囊中啊 就是这样啊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底部区间呢 呃 你的个股啊 基本面没什么问题 比如说一季报也不错 那你就没必要在这个地方 反复折腾啊 不要反复折腾 拿的啊 拿住捂住就可以了 只要仓位不是很重的情况下啊 你现在拿住啊 比什么都强啊 那就是我刚才一个 简单的一个看法啊 那今天的这个题材当中啊 我从这个整个的资金的 这个流进流出来看 几乎是什么 几乎是流出的很少啊 你像注入板块啊 今天主力资金仅仅流出多少 2.84 因为前期啊 他反弹 他走了一波啊 走了一波 虽然是弱啊 但是 呃 那么不太给力的情况下 今天几乎没跌啊 几乎没跌 那么然后 好多个股几乎没跌 然后阿里新零售 因为之前呢 呃 他的涨幅呢 啊 各方面来说啊 有的确实还不错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到超大单资金啊 对于 题材指数来讲 最大的这个流出幅度 没有超过五个亿的 也没有超过三个亿的 说明啊 现在主力的这个 手里面的筹码 根本就没有松动啊 底部满安之后 大不了就是正一下啊 呃 个别个股呢 洗洗盘啊 之后呢 我认为 会起稳啊 然后逐步重新向上啊 呃 今天呢 这个呃 完全是呃 所谓啊 新能源啊 锂电池 呃 然后像储能啊 像呃 比如说新能源的光伏啊 风能啊 呃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 它就是绿色电力题材啊 有些题材 它是叠加的 它道理是一样的 那下方包括轻能源啊 理产业链啊 我们说理产业链 然后特新能源车啊 里面有无人驾驶啊 包括下方特斯拉啊 那么整个来说 今天那个阻力资金的布局力度 还是非常强的 光伏啊 今天是易冲突起啊 光伏题材 为什么今天走这么强 阻力资金呢 接到收盘啊 接到收盘 我看了一下 超大胆阻力资金 进入达到64个亿 大家问了 为什么是光伏 现在怎么长成这样啊 稍微留一下新闻的朋友啊 应该知道 现在这个欧盟啊 要打算在2030年之前 是吧 这个整个要把这个 要采用什么 光伏屋顶 所有的建筑物 都要用这个光伏屋顶 用到BIPV 对吧 这个需求 这个市场非常大啊 欧盟这个市场 所以对于我们国内一些 以出口为导向的 一些光伏 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 那必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我们跟欧盟的贸易量 也是非常大的啊 每年的这个机电产品啊 光伏产品啊 包括家电啊 光伏是主要一块 所以今天对光伏题材呢 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其实呢 光伏不刚是受益于说 我们国家自己的一个 对绿色电能的啊 绿电的一个需求 那么另外国际市场 这一块啊 始终呢 也是我们一些光伏企业 要打开的一个局面啊 所以说眼下看 光伏的前景啊 还是非常的靓丽的啊 所以说今天呢 光伏题材上涨呢 一看的话一涨 然后我们说 你光伏啊 可以带动半导体 为什么 半导体的用的那个硅片啊 也是跟多金硅 也是多金硅啊 那么今天呢 芯片题材 净流入30个亿 然后下方 包括跟光伏相关的风能 那你光伏涨 那风能能不涨吗 它连带的啊 然后其他的新能源 清能源啊 然后我们是说BIPV概念啊 今天的BIPV呢 这个涨幅榜里面啊 是最凶的啊 收了个大阳线上来 那我们从涨幅榜里面 明显啊 BIPV啊 这个涨幅里面是第三啊 所有的题材里面啊 然后我们说理产业里面的HGT电子啊 这都是他一个核心 你现在炒光伏炒什么 光伏很多的细分题材啊 首推就是谁呢 就是BIPV BIPV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光伏建筑一体化的英文缩写 叫BIPV 大家记住叫BIPV啊 这个题材今天呢 是大阳线 大阳线出来了 所以呢 这两天我认为这些题材呢 可能还有一定的持续性啊 继续上冲 那么随后就要注意啊 就是说站到3100点上方之后 我认为这个阶段 如果再拉指数是什么呢 低估值蓝筹可能又要继续动 因为拉指数靠谁啊 那就是靠低估值蓝筹啊 金融 地产 建筑 铁路基建 电力 然后有色 钢铁 水泥 建材 一大堆 这样一些低估值蓝筹 包括纺织服饰啊 现在的估值依旧非常非常便宜 所以就这些啊 我是后续呢 低估值蓝筹 那么之前跟大家讲过 低估值净率啊 这个 今天再看一眼啊 走的还是比较强 低开之后 低开中央线 量能有所放大 那后续很显然 这又稳住了 对吧 稳住之后呢 它继续呢 沿着这个粉红色的这上行轨道 是吧 大的方向 那继续上行啊 这样的一个走势 我之前给大家的虚拟的模拟一下 我说后面就是继续上行啊 这样一个方向并没有改变 所以200只这种跌破美股净产的一些 既优的超级蓝筹啊 因为这里面有部分的这个 呃 个股来说呢 它确实是啊 业绩非常好 中报业绩也非常好 啊 去年年报的业绩也不错 所以这里边呢 依旧是大家重点关注的啊 这样一些这个个股 那么这里面我列了一下 今天的主力资金啊 其实也在也在流啊 但是流入力度不强 今天主力资金啊 都流入了刚才我说的那些题材里面啊 这个这个电器设备那个行业 光伏啊 新能源了啊 新能源车了 那些里边 离产业链里边啊 那今天呢 这个低估值蓝筹的资金呢 反而是基本上是没动 啊 我们看到流进流出啊 基本上差不多 流出也没留什么玩意儿啊 流出这块华林钢铁的流出最多 只仅仅流出了一个多亿 那这么大盘股 那我们看到今天中字头呢 基本上非常稳啊 接下来呢 这200支的这些蓝筹 我认为会带动骨子继续 站稳100点之后 将会继续上扬啊 继续上扬 所以月底之前啊 骨子应该还是维持 这种短线反弹的迹象 所以我今天啊 可以这么认为 我说3100点之后 可以被拿下啊 可以被拿下 所以今天的牌面呢 给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大家呢 在操作当中呢 继续啊 在这个波段当中 短线当中啊 那么继续看好啊 在刚才那些题材 包括低估值蓝筹啊 那么你在配置一个组合的时候 既要关注低估值蓝筹啊 要关注一些当下的一些热点题材 最好是构建一个组合啊 别在这个一棵树上去吊屎啊 如果你只做一只鼓 这之后呢 突然啊 又基本面出现问题啊 那么整个可能说账户的这个 这个波动就比较大啊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跟大家讲到这儿啊 祝大家投资顺利 谢谢大家